蝦肉餅 大家好我是咪咪嬠 我今天要來利用冬午節剩下來的糯米 做一道港式飲茶當中常見的珍珠丸子 現在就跟咪咪嬠一起來做吧 我這邊準備了原糯米100公克 然後長糯米也是一樣100公克 把米都倒進來然後清洗一下 加水 浸泡最少要2個小時 薑泥我們這邊是秤10克 蔥一小隻我們把它切成蔥花 好 盡量切細一點 先來把壁崎拍碎 把它裝進塑膠袋裡面就不怕它到處飛了 剛剛忘記了 再稍微切一下 倒稍微切一下 現在我要來那個醃肉 我來調一下味道 鹽巴7克 糖3克 白胡椒粉2克 醬油5克 只是個提香而已 薑泥10克 把它拌一拌 香油6克 香油6克 香油一加上去整個都香起來 香油一定要這麼多 做出來的肉餡才會好吃 最後蔥花加進來 因為我們家喜歡壁崎呢 那種口感 他覺得加進去比較沒那麼單調 我這邊壁崎準備了150克 剛剛覺得說我準備好像很多 可是你看這樣子拌一拌就還好 然後再把剩下的加進來 你也不用像我加這麼多 也可以少一點 就是給它帶一點口感就好 這樣子的餡料呢 我已經拌好了 那我們就讓它醃漬個30分鐘 糯米呢 我也泡好了 然後瀝乾了水分 這個肉我已經醃了一個小時了 然後我是放在冰箱裡面冰 因為我怕夏天如果沒有放冰箱冰的話 它會壞掉 現在要拿一點起來 然後放在糯米當中 然後丟在糯米當中 然後丟在糯米當中 丟在糯米當中 不要排得太密 因為它等一下米粒會膨脹 你看米粒都蒸熟了 然後整個膨起來了 剛剛我們都還有看到肉餡 現在滿滿的都是米飯了 已經看不到肉餡了 這樣的大小剛好一口一個 就算了